今天我跟大家谈一谈 新的毛笔拿过来以后 我们怎么把它打开 怎么投入使用 其实一支毛笔 它的使用寿命确实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要平时使用得当 得法 它就会为你服务的时间就长一些 确实有点依依不舍 让它去退休了 那么一支新笔拿在手 我们用手给它轻轻地拈开 把它胶质的那个粉 擀干净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清水 沾到清水里面 最好下手把它清洗一下 里面的那些胶质 尽量给它洗净 洗净之后 把水挤干净 顺着笔 笔毫的走向 给它捋齐 仍然让它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 每次用完了这个毛笔之后 一定要用清水把它洗净 最好不要这样插在笔头 用完之后 它不有个吊绳吗 它们把它挂在笔架之上 挂在笔架之上 老让它是垂直向下的 你要是这样放的话 一磨它一定会存留在笔根处 存留的时间长了 就会存有很多的这些墨渣 中间那个笔架呢 就会变空 一定要爱护 像战士爱护自己的枪一样 去爱护毛笔 你会不会有关于 你会用那种笔架之后 你会用那种笔架之后 我会用那种笔架之后 你会用那种笔架之后 你会用那种笔架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